但别能让一支球队迅速崛起的办法有两个 一个是通过交易进行整支球队大换血 另一个方法就是 加入一个克里斯保罗 时间回到19赛季结束 那时候保罗似乎成了整个休斯顿的罪人 球迷满他得分泰菜 球队嫌他表现不稳 哈登甚至都和他在更衣室大吵一架 那个夏天火箭交易保罗似乎已成众望所归 名义所指 所以他来到了雷霆 一支平均年龄22岁都不到的球队 在带领雷霆的19-20赛季 保罗让这支雷霆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一路披荆斩棘 最终取得西部第五的战绩 然而偏偏就是这么巧 那年保罗的交赛对手 就是抛弃他的老东家 休斯顿火箭 那一年所有人都认为这支火箭能够轻取保罗的雷霆 系列赛进行了两场 雷霆0比2落后 他们似乎就是人们所料的不堪一击 可一切转机发生在了第三场 第三场开始前 保罗号召全队必须死磕本场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保罗率领压力三大 加里那里三人拿下20架 终于取胜 比赛来到第四场 保罗依旧发挥稳健 又26分将比分追到2比2平 可第五场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因为本场火箭威少复出 威少一上来两次出手就全部命中 比赛打到第三节雷霆已经落后20分 全场结束 雷霆本场34分大溃败 第六场他们只能背水一战 并且一个人发挥成了比赛的关键 多尔特 他整场都用强壮的躯体缠斗哈登 不断制造麻烦 虽然哈登拿到32分 但多尔特将他的三分限制到了11投三中 雷霆在落后的情况下 全员皆兵 一路逆转赢下比赛 他们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一路拼杀拖入抢西 抢西大战 那么叫多尔特的年轻人再次成为主角 他时而低脚三分 时而杀入篮底 还把哈登防得只有19分 可年轻的多尔特却在最后时刻 被哈登盖到了关键三分 保罗拿下19加12 也不足以拯救球队 雷霆最终在抢西中2分吸败 虽然输掉了那轮系列赛 但那一年全世界都为保罗的不服输 而肃然其境 那一年保罗34岁 英雄虽然耻目 但那一年保罗依旧是英雄